折腾岁月 作者 郭国 制作 理查基尔德文西标 内容简介 真的猛是敢于直面操弹的人生 落满灰尘的大学毕业照上 有些人我已经记不清明信 而有些却有鲜活的跳脚蹦到我的面前 上大学的时候总觉得时光难熬 毕业后却有贼拉 想念那段肆无忌惮的生活 折腾岁月 三言两语我给您介绍不清楚 我只能说 看完以后保证让您抱着书傻笑 会心的笑有时随处可见 有时又遥不可及 我的好友苏宁说 看了折腾岁月 刚开始想笑 后来想哭 看到最后哭笑不得 所以 这本小说能让您对青春的岁月 从大车大雾转为一知半解 直到最后一无所知 从这本小说中 或许您找不到 多拉A梦那种意淫的感觉 但却可以获得奥特曼达小怪兽般的快感 好了 言归正传 一部青春校园报效文学 缓缓地拉开了帘子 即将开始的是狗嘴里吐不出的象牙塔 第一部 第一章 群体亮相 上 虽说已经进入九月 可我所在的 这座北方古城 却闷热异常 宿舍里就像桑拿石中的蒸笼 里外都受罪 宿舍里哥几个 正在无所事事地忙碌着 老T光着膀子 坐在床檐上 蹂躏着一台古董收音机 收音机里不时传来夹杂着嘎嘎吱吱的歌曲 一首歌放完之后 竟然是十多分钟的卖药广告 内容极其露骨 也可以谦虚地称之为淫荡 不知道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专家主任 正口吐飞沫地宣讲着一种壮阳药品 保健品的功效 不时地还有受益者打来电话反馈疗效 虽然内容极其无聊 但是老T却听得津津有味 还不时地把收音机放在耳朵旁边 生怕漏掉一些精彩的内容 老T姓唐明柳 据说是因为其父姓唐 其母姓刘 所以叫唐柳 后改成唐柳 第一次听到这名字的来历 我很庆幸老T他娘不姓包 说起老T这个称呼的由来 就更有戏剧性了 第一节英语课 英语老师让每个人自取一个英文名字 唐柳同学憋了半天 写出了两个英文字母 LT 老师不解 问其原因 答约 名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他怕老师听不懂 一扬顿挫地给老师进行了拼写 唐 特昂唐 T T A I M M G 哥 英语老师当场凸写 后经了解才知 老T是体育特招生 400米兰在全省名列前三 而高考只考了200多分 英语成绩是12分 可以排名全省单科成绩尾状元 四个英文字母念对三个 已经很给面子了 老T当时报专业 不知道脑袋瓜子被驴踢了 还是他拿脑袋踢了驴了 稀里糊涂就走进了新闻学院室后 宿舍内哥几个 便尊称唐柳同学为老T 老T身高1米85 体壮如驴 活像一辆平头解放站起来戳在地面上 这丝饭量奇大 学校门口五元管宝的早餐店 被他一周之内踢了管 周边所有的自助餐店老板 看见老T就抽抽着土白墨 一家自助餐店 还将他列为杀手级 VIP用餐费打折 老T的最爱就是红烧肉 由爱学校东侧学友餐馆里 大厨的手艺 五花三层 肥而不腻 一次老T在校运会上中场跑得了冠军 奖金二百大元 他招呼宿舍哥几个 到学友餐厅开婚 一下点了五份红烧肉 饭店老板好意提醒 莫要浪费 我凑上去 替老T和饭店老板打赌 说 老T一人可以把五份红烧肉包圆 饭店老板哈哈大笑 说果真如此的话 那此次就免单 然后他坐在一边喝茶 敬后老T现眼 老T听说吃肉还可以免单 眼珠子都红了 气韵未尝 力发后槽牙 十分钟造了三碗 吃得肚子好似怀孕的癞蛤蟆 三碗红烧肉下肚 老T好像顶不住了 不住地打宝格 眼睛往外秃秃 饭店老板端着茶杯笑而不语 服务员和后厨大师傅围了过来 厨师叫嚣着说 自己做的红烧肉是三碗不过岗 万不成想 老T又点了一瓶啤酒和一大碗米饭 又过了十分钟 米饭啤酒伴着剩余两碗红烧肉 被老T一扫而空 看样子 这孙子还意犹未尽 饭店老板眼都直了 一杯茶水全倒到了桌子上 又顺着桌子流到了他的裤裆里 老T性格鲁莽 好打不平 四肢虽发达 头脑却简单 上课的次数和他洗澡的次数一样少 各门功课都让老师弯目相看 他也被认为将是四年以后新闻界的悲哀 老T除了喜欢吃 另外的嗜好 就是男女之间那点事 看毛片 他可以三分钟不眨眼 为了听黄色笑话 经常为我刨腿买烟 听得兴起 他还会弯起胡萝卜搬粗的手指头 做兰花纸状 来一句讨闲 恶心的大家浑身发麻 脚心里都起鸡皮疙瘩 老T说 这是自己峡谷柔情的一面 老T的上铺是苏宁 此时他焦躁地敲着二郎腿 看一本缺了叶的人体素描 苏宁是宿舍名副其实的精神领袖 也是肉体领袖 此人性格豪爽 为人仗义 自比乔峰诸葛孔明 亦为文武双全 也确实 苏宁的大脑 每秒可以运转照次 耍人的时候 脸不变色心不跳 多么危急的关头 都能保持冷静 也可能是小时候长了心眼没长个儿 苏宁面虽俊朗 但一米六八的身高 也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然而 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暴力倾向 此人兄曾一人 单挑三名大四学长 并舌战数名正教处老师 名造一石 可能是生长于渤海之畔 苏宁在这种闷热的天气里 狂躁不安 不时用湿毛巾擦脸 然后擦叶窝 然后再擦脸 第二章 群体亮相 下 苏宁旁边铺位上住的是老二 老二原名李仲如 苍州黄华人 老二这个暧昧的称号 是他自己取的 当初刚入宿舍 这火宝便扬言 自己是宿舍老大 要照着其他五位小弟 打遍天下共创伟业 可后与苏宁斗之斗永斗 狠败下阵来 只好自封为老二 此刻 他正手捧着一本 周易 摇头晃尾的细心研读 老二号称 懂阴阳小八卦 通其门之盾甲 四处给女生看首相 并趁机骚扰 老二每次给人算卦 都会眯缝着眼睛说一通 天知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事故虚胜时不足胜有余 一些无知的小女生 被蒙得一愣一愣 而男生谁都知道 这几句话 是金庸武侠小说 射雕英雄传里 九阴真经的开篇语 老二不单单研究周易 他懂得与时俱进 开拓进取 血型 星座均有涉猎 在数次给女生看完首相 邀奇研习 玉女心惊 悖剧之后 老二变得很颓废 整天幻想着路见不平 最好是美女 正被流氓调戏之际 自己大喝一声 冲上前去拔刀相助 当然 他肯定是帮流氓 接着调戏妇女 这是他的梦想 因为老二最擅长的 就是见风使舵 溜须拍马 山风点火 落井下石 老二的下铺 便是小湖南 湖南是胡佳佳的原产地 佳佳也是我们宿舍唯一的理科生 其他五人都是学的新闻 而他却是财快专业 湖南家境贫寒 入学前一天才凑足学费 生活费全靠他客与打工赚取 因为是南方人 小湖南身材很浓缩 站在老涕身边 整个疫情天柱 身边的樱桃小丸子 个头虽小 但是小湖南 却是极具商业头脑 整天琢磨着如何赚钱 倒腾过电话卡 送过桶装水 干过家教 推销过保险 做任何事情都很执着 当我们都在宿舍乘凉的时候 他却不知道 跑到哪去创收了 也正因为小湖南整天各宿舍乱窜 所以 人缘伴好 消息也极其灵通 什么华编新闻都瞒不过他的耳朵 人送美名包打听 宿舍里还有一个人 他就是绿帽 绿帽原名李玉蒙 这个名字后 被我改装成绿帽 他也欣然认可 绿帽家境破为英识 小资情节严重 穿的是各种名牌 吃的是食堂小炒 喝的是鸟窝咖啡 玩的是PSP 绿帽虽然手头很宽裕 却出奇地抠门 在超市买东西 几分钱都要去服务台找灵 绿帽唯一的强项 就是美术功底深厚 曾用铅笔 淋摹了人体素描中的一幅 美人呼之欲出 震惊宿舍全体成员 这一强项 再加上苏宁的智慧 成就了不少美事 绿帽给每位宿舍成员 做了一张公交月票 公张都不用萝卜 甚至都不用圆规 拿着活灵活现的月票 我们纵横于各大公交路线 从未出现过纰漏 8月15的时候 老师们每人发了一张月饼票 评票可去某大酒店 领取高档月饼一盒 苏宁借来一张交给了绿帽 半天的时间 我们便人手一张 集体去酒店领出六盒月饼 吃得我们晚上 喝了三暖壶清茶 后得知 有几位老师去领月饼的时候 被服务人员拒绝 理由是票是假的 绿帽曾口出狂言说 给他一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 他就可以撬动地球 对此 我们都深信不疑 每次我在大街上 看到半正小广告 我都觉得 那是绿帽干的 这位仁兄可是一位神仙 当我等在宿舍里 快被烤成人干之时 他却躺在床上悠然自得 耳朵上戴着耳机听音乐 手里捧了一本 心灵鸡汤 身上还夸张地盖了一条薄毛毯 如此寒暑不清之徒 令我恨之入骨 又羡慕不已 绿帽下铺 就是兄弟我 我刚从地上捡了一些烟头 正在进行拼装重改 我心里一边是为自己 刚才抽烟的奢侈浪费而悔恨 一边又为自己心灵手巧 勤俭节约而骄傲 倒不是在下抠门 而是天气太热 出门买烟 会被太阳给荡成雪茄点着 隔壁级的宿舍 被我蹭烟蹭得有点发毛 没人愿意慷慨解囊 这直接导致我和苏宁断梁了 我在宿舍里 就是一脚屎棍子 唯恐天下不乱 什么时候宿舍里乌烟瘴气鸡飞狗跳了 我就心满意足最经典的一次 我曾以一根鸡腿为诱饵 让老T逼着老二联合绿帽 家家去围攻苏宁 我在一旁啃着本该送给老T的鸡腿看热闹 最终结果是 五个人缓过劲明白过腕 来暴躁了我一顿 以上就是213宿舍 大一开学半个月后的一个特写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容我慢慢到来 第三章 强扭得刮 上 接着前面的说 我终于拼装成了一支混合牌香烟 赶紧走到窗前点着 一口入肺 七斤八脉全部打通 尹德苏宁直戏溜 我放眼窗外 一对情侣坐在楼前长椅上 预习大学生生理健康 看得我两眼发直 靠 这大热的天 也不怕变成连体人 怪不得说 谈恋爱都得死去活来呢 我的一句话 招来其他几个人的注意 老T也顾不得听收音机了 从绿帽床下 抽出俄罗斯望远镜 跑到窗前一边对焦 还一边哼哼唧唧 恨不得看清 那对情侣身上的每一纳米 别哼哼了 跟月经紊乱似的 该他妈干啥干啥去 苏宁嘴里虽是这么说 眼睛却一秒钟 也没有离开那对情侣 可能试过眼影没劲 老T嗷嗷嗷嗷嗓子 把情侣给吵走了 自己又马上跑到收音机前 听卖药的 老T你真他奶奶的 损人不利己 我一声叹息 这天气 恐怕要热死人了 心境自然凉 绿帽摘了耳机 把倩敏的脑袋伸出来说了一句 听了这话 老T纳闷了 咋近啊 眼不见为净 苏宁和上了杂志 侧身而起 老T把你那破匣子扔一边去 本来就闷 你还整一电气散热 苏宁边说边把脖子上的湿毛巾 扔到了老T的宝贝收音机上 老T机灵一下 赶紧收起收音机 嘴里还嘟囔了几句 顺手又拿起苏宁的毛巾 擦了擦大脚丫子 然后把毛巾扔给了苏宁 老二伸了个懒腰 把周易塞进枕头底下 我妈妈 怕我冬天冻着 非让我拿了一条电热毯 看来这里冬天也不会冷到哪去 早知道我就不拿了 这时候 要是有瓶冰镇汽水 生活岂不美哉 老二的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苏宁眼珠一转 起身来到了绿帽床前 柔声细语地说 妈啊 来把这耳机摘了 哥跟你说句话 重不重 你又打我的主意 我没钱 绿帽蹭棱坐了起来 俩手紧紧地抱在胸前 样子极像遭遇了妃里的少女 苏宁慢悠悠地从绿帽床上 拿起了那本心灵鸡汤 并把书当成扇子 边扇边坐到我的床上 慢悠悠地开导绿帽 妈啊 为父可不能不人啊 你呢 属于宿舍里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 别为了这撒瓜俩早地 毁了自己的形象 你一直都很大方 很慷慨 兄弟们也是看在眼里 感激在心上 你感激个屁 感激都在你家植窝里藏着呢 昨天你还逼我买了一包烟 今天你又来这一套 看来帽儿很激动 算了 不买就不买 现在咱们都是学生 花的都是父母的钱 帽儿也不容易 搁几个说是不是 对 没错 可不咋店 不容易 虽然弄不懂苏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是大伙依然随身附和 绿帽没有放松警惕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 苏宁的一举一动 苏宁把脸扭向一边 老T啊 以后你上厕所 再也别胡乱拿别人的书了 这里呢有一本 心灵鸡汤 哥哥就专门批准你用它了 你看这本书多够的呀 虽然只有些薄 但还是挺软和的嘛 听完这话 绿帽的脸 真成了绿色的了 老T从来不买卫生纸 每次上厕所 随手抄起一本书就走 上次借了苏宁的人体素描 回来以后 中间竟然少了四页 心疼的苏宁直哀诱 大家也纳闷 铜板印刷的 只擦了屁股是什么感觉 所以 听了苏宁的话 绿帽是仰天长叹 老天爷 你打雷劈死这帮畜生吧 骂归骂 绿帽还是乖乖地掏出了十块钱 一人一平 剩回四块啊 苏宁接过钱 随手给了老T 六瓶汽水 外带一包烟 绿帽的脸 又变成了酱茄子色 老T拿了钱 穿上大裤衩 屁颠屁颠地往外走 刚走到宿舍门口 门一下被撞开了 小湖南脱了一个特大号的蛇皮带 跌跌撞撞进了宿舍 老T飞奔去了学校超市 水 给我倒杯水 我中暑了 家家脸色通红 肩膀都被晒得起了皮 身上汗水都透了 这么热的天 又跑哪去了 老二接过家家手里的大包 打开一看 是六张单人床上的凉席 哪来的这么多凉席啊 家家咕咚咕咚喝了一通水 又站在电扇底下吹着 边喘粗气边回答说 我进了一批凉席 一上午卖得差不多了 剩下几席 割几个分了吧 也省得我在太阳底下活受罪了 听了这话 我们也就心领神会了 除了绿帽没有下床以外 大家每人挑了的凉席 正在这时 老T抱着汽水 风风火火地跑进来 看见大伙正在分凉席 生怕落下它 慌忙抢了一席 扑在自己的铺上 一转身 又抄起一瓶汽水 拿牙咬开瓶盖 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掉 冻得老T打一冷战 好像找到了梦仪的感觉似的 老二铺好凉席 也拿起汽水 还解恨似的晃了半天 转手就递给老T让给他起开 老T不明就里 叼起来就给咬开了 砰的一声 一瓶汽水就剩了点墨子 其余的全喷在了老T脸上 老T熬一嗓子 把老二按在了床上 老T眼睛被汽水记得完全睁不开 对此情景 苏宁一笑 这就叫眼不见为净 第四章 强扭的瓜 中 闹也闹够了 大家的梁媳也都各就各位 苏宁问佳佳价钱 佳佳说 梁媳净价十五 卖别人二十五 宿舍里割几个八折算二十 大家挺同情佳佳的处境 所以都爽快地掏了钱 老T也整明白了 这梁媳不是学校的福利 他默默地从兜里掏出二十给了佳佳 而绿帽却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戴着耳机躺在床上继续哼紧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走到桌子前先喝了属于绿帽的汽水 无情无义 骂得兴起 还站起身在宿舍里转圈 边走边骂 老二也看不惯绿帽的小气劲 躺在床上说要发功 用奇门遁甲做法 把绿帽变成一只大王八 而绿帽油盐不尽 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奇怪的是 自称侠肝易胆胜乔风的苏宁 始终一言不发 老T妈够了 苏宁才说 绿帽不热 不买就不买吧 强扭得瓜不甜 绿帽听了这话 觉得自己给苏宁又是买烟 又是买汽水 看来真起了作用了 高兴的他 翻身跳下床 拍拍苏宁的肩膀 说了句理解万岁 便一溜绿光逃出宿舍 直奔了食堂 靠 看见苏宁站在绿帽一边 我们的矛头又转向苏宁 苏宁也不辩解 起身从老二衣橱里 逃出电褥子 铺在了绿帽床底下 插上了电 顺手还关了电扇 一时间 宿舍里闷热得像火焰山 忙活完了 苏宁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强扭得瓜不甜 大家这才明白过味 看来 一场好戏就要上演了 到食堂吃了晚饭 我们几个再回到宿舍 里面的温度 已经让人窒息 老T拖得一丝不挂 跑到了水房浇凉水 我和苏宁 老二也都受不了 端了脸盆 冲进水房 晚上八点 绿帽晃晃悠悠走进宿舍 家家也回来了 说梁习已经被三楼的一个老乡买走 大学生活最丰富的夜生活开始了 老T 绿帽 苏宁和老二坐在桌前玩牌 我和家家盘腿坐在床上下象棋 我们宿舍就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大家都不爱学习 积极地把自习室云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学 晚上十点五时 马上就要熄灯了 大家也都玩累了 于是各自回到自己床上 苏宁边躺还边夸小湖南 买来的凉席馆用 说不上凉席 都感觉有点冷了 边说边指挥着老T关了窗户 除了绿帽和家家 我们几人都是心领神会 老T躺在床上黑黑的傻笑 老二在床上打坐 说要西天地之灵气 和日月之精华 一定要把绿帽变王八 小湖南一边洗脚 一边掏出一把零钱算账 我和苏宁坐在床边冒烟 随着楼道里 一阵鬼哭狼嚎般的叫骂 熄灯了 大家放下手里的活 躺下开始卧谈扯淡 老T缠着我讲笑话 我只问了一句 老T 你说 男人和女人比 为什么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啊 别人都笑了 可老T听不懂追问啥意思 我让老T自己摸摸 自己上下的零件 他恍然大悟 笑得激进于抽筋 老T的笑声特别甚人 时大时小 时长时短 一双44号的大脚 还在空中胡乱蹬着 笑话不逗乐 老T的表演 倒是让大家笑得不行 为了防止老T笑死过去 我把一双臭袜子扔了过去 老T又捏起了兰花纸 说了句 讨厌 你个挨牵刀的 众人全都呕吐 扯了半天淡 大家也都困了 其实我心里一直在嘀咕 不开电扇 身底下还开着电热毯 绿帽却还能躺住 真乃仙人也 正想着 绿帽 有动静了 开始左右翻身 像烙饼一样 苏宁咳嗽了一声 我心领神会 便伸出脚踹了踹绿帽的床板 绿帽 你他娘的是不是自卫呢 这床晃得我都迷糊 苏宁也赶紧搭枪 妈啊 注意点身体啊 别太累了 老T马上来了精神 绿帽你干啥玩意儿呢 注意点影响啊 难道是 我的神功炼成了 绿帽要变王八了 老二一句话 差点没把大家乐死 去你大爷的 你才要变王八呢 我就觉得 今天怎么这么热呢 绿帽的感受 遭到大家的一致批判 大伙都说 今天是秋风送爽 凉意阵阵 老二争着 要教绿帽练一套寒冰掌 说是练完以后 用手拍自己脑袋 那就什么烦恼 都没有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不一会儿 绿帽大喊一声 跳下了床 生平第一次到水房冲凉 他刚一出门 大家便笑成了一片 小湖南被笑蒙了 连问怎么了 我们也不理他 我问苏宁接下来怎么办 苏宁冷笑一声说了句 凉拌 第五章 强扭的瓜 下 绿帽冲完凉 翻身上床 可不一会儿 又开始落开了馅饼 苏宁觉得 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妈啊 今儿哥哥害了你啊 要不然 你听了他们的劝 买上一张小凉席 往床上这么一扑 小风这么一吹 小二郎腿 这么一敲 小耳机这么一带 小音乐这么一听 小日子该有多爽啊 唉 现在想扑凉席了 早干嘛去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 想吃这包子 还没这个馅儿了 下午我们嘴皮子 都磨破了 咱妈儿爷就是不为所动 现在 唯一的办法 就是赶紧拜我为师 学上一套寒冰掌 然后用手冰镇一下自己烫伤的心灵吧 要不然啊 哼哼 那坟前开满鲜花 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 老二在一旁紧着起哄家秧子 边说边唱边比划 绿帽此刻是热的难耐 再加上老二这么一说 更加造得慌 心里也暗暗后悔 下午不该拒绝买粮席 可现在粮席都卖完了 说什么都晚了 还白白 让大家看笑话 所以他躺在床上滚来滚去 也默不作声 苏宁一边喝止了老二的幸灾乐祸 一边翻身下了床 他拉着拖鞋 坐在了小湖南的床上 家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起身坐了起来 家家 你还有粮席没 苏宁拍了拍家家的肩膀 没了 下午卖完了 要不我明天再去进点货 不用了 这么着吧 你把你的粮席 转让给绿帽吧 你们南方人不怕热 绿帽却受不了 再这么下去 一个晚上 他都熬不过去 苏宁的一番话 差点勾得绿帽留下感激的热泪 他伸着脑袋 静等着家家的回答 小湖南一头雾水 不知道今天苏宁为什么这么偏袒绿帽 也没回答苏宁的话 估计是等着其他人帮嘴呢 虽然不知道 苏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们却都知道 苏宁绝不会让小湖南受委屈的 家家 有生意不做 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把粮席让给绿帽吧 明天你再买 就是就是 你看绿帽都热得快要疯了 我和老二在旁边帮腔劝家家 苏宁也不等家家回答 从他身底下抽出了粮席 绿帽看此情景备受感动 赶紧向大火致谢 还许愿说 明天继续请大火喝汽水 一边说一边下床 准备去拿粮席 苏宁用卷起的粮席 敲了一下绿帽的脑袋 家家也不容易 大热天跑到建华进货 卖给你你还装孙子说啥不要 你晚上热了 还得大哥 我出面给你协调 你知道热 家家就不知道吗 这床粮席 难道你还想白拿呀 绿帽恍然大悟 打开手电筒 从裤兜里拿出了三十块钱 递给了苏宁 苏宁把粮席扔给绿帽 又转身 把钱递给了家家 家家一言不发 结果钱 默默地躺下 他心里肯定觉得 苏宁是见钱眼开 为了讨好绿帽 才这么做的 绿帽刚想掀开床单铺粮席 苏宁一把拽住了他的手 热了半天了 赶紧再去冲冲 我让老T帮你铺 唉 绿帽痛快地答应了一声 端起脸盆 又冲进了水房 老T赶忙问 那电褥子咱给他撤了不 不撤 苏宁淡淡地回答 那肯定要露线 开着电热毯 铺了凉席顶个蛋用啊 一会儿准穿帮 老T嚷嚷着 苏宁过去踹了他一脚 小声点 仙人自有妙计 你们在他床底下 铺了电褥子 小胡男问了一句 苏宁过去又踹了他一脚 小胡男不吱声了 我蹦到小胡男床上 把下午的事情告诉了他 小胡男这才恍然大悟 说 我说呢 不铺凉席 也不至于热得受不了啊 不一会儿 绿帽端着脸盆 哼着歌回来了 水房都满了 今天实在太热了 昨天还没这么热 绿帽往床上一躺 哎呦 还是有凉席舒服啊 你倒是舒服了 我可倒霉了呢 小胡男得了便宜卖乖 绿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赶紧给小胡男赔不试 家家 今天下午是我不对 以后你在卖什么东西 我保准不含糊 绿帽把胸脯拍得山响 苏宁趁机又教训绿帽 帽啊 这良喜可不准退啊 前一阵子你买了家家一张CD 听够了 又退给了人家 这种拉屎不擦屁股的事情 以后少做 哪能呢 我是那种人吗 我发誓 我要是再办这种事 我就真的变王八 好了 都十二点多了 别扯淡了 都睡吧 大家也都困了 可还是睡不着 我们几个都在想 电热毯开着 绿帽能睡得着吗 果不其然 过了十分钟 绿帽又开始烙烧饼 还奇怪地问 你们的凉席凉吗 我的怎么扑上了 还这么热呢 我赶紧说 热 我们的也是热的 今天实在太热了 苏宁奇怪地移了一声说 不对啊 我怎么觉得挺凉快呢 苏宁边说边下了床 走到绿帽床前 用手摸了摸他的凉席 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检查 这帮孙子干的好事 这电热毯是怎么回事 绿帽一看 大叫一声 操 这是哪个孙子干的 我们几个都愣了 不知道苏宁究竟要干什么 自揭老底 还嫁祸于人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绿帽破口大骂 边骂边把电热毯拔了插头 扔在地上 用脚乱踩 老二赶紧把绿帽推开 卷起电热毯 装进了衣橱 苏宁点了根烟 坐在桌边 开始数了我们 你们这帮畜生 人绿帽本来就不怕热 你们愣是 给人铺上电热毯 这样的天气 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你们想帮佳佳 可也不能遭见人啊 不用说 肯定是郭郭 大家给我起的外号 出的主意 老二提供的脏物 老替亲自下的毒手 绿帽闻听此言 深信不疑 指着我们几个的鼻子 再次破口大骂 越骂越来劲 直到老提突然坐起来 掰了掰手指 才止住了嘴 他知道 老提要是犯起魂 天王老子都得怕三分 但是绿帽不甘心 跑到苏宁身边 要苏宁出面做主 苏宁掐了烟 站起来说 瞎胡闹 绿帽的身体属于耐热型 你们这样 肯定是要了他的命 听我的 绿帽呢 你把良心还给佳佳 让佳佳先扑着 反正你也用不着 其他几个人念其初饭 暂且记下 绿帽把良心还给了佳佳 转身问苏宁 那我的三十块钱 苏宁飞身上床说 算了 刚才你也发了事了 那三十块钱花了就花了 也省得你当王八 咱不跟他们计较 看到苏宁这么义气 绿帽也就不吱声了 嘟嘟囔囔地爬上床 我们几个这时才算明白 苏宁的良苦用心 各自偷着乐 刚想闭眼 绿帽突然回过外来 苏宁 合着我三十块钱 买了半宿最受 这损招 恐怕不是郭郭能想出来的吧 老天爷 求求你了 打雷劈死这帮畜生吧 大家哈哈大笑 还没等苏宁回答 一声巨响响彻云霄 老T放了一个无比震撼的屁 算是回答了绿帽的问题 内敛一口气 外敛一股屁 这个屁 也拉开了我们这四年苦辣酸甜的大学生活的序幕 第六章 老二生仙 上 开学一个月后 绿帽坠入了爱河 一个哲学系的女生 撞击了绿帽脆弱不堪的少男之心 两人相遇在食堂 绿帽打饭时 不小心踩了这名女生的脚 对方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是回眸一笑 这嫣然笑容 彻底把绿帽淹了 一见钟情的绿帽 从此茶不思饭不响 体重每天减二两 绿帽的马感身材 在丹香丝中迅速被摧残 但却一带见宽忠不悔 爱她直到找不着北 最后 绿帽赤重惊扫听到她心中的女神 名叫陈雅哲 属于哲学系的才女 爱好诗歌 于是 每天晚上 绿帽都会抱着枕头喊折折 据情报人员兼幕记者小湖南 向大家讲述 此小妹容貌尚可 但体重超标 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胸围 小湖南绘声绘色的描述说 那家伙 足有海碗那么大 走路一颤一颤的 把绿帽的脑袋 放进乳沟里 绝对不露后脑勺 从此 我们都称该女生为奔波霸 为了博得奔波霸的好感 绿帽每天都去听哲学系的课 背地里又是送花 又是写诗 有一次 她给大家朗诵写给奔妹的诗 心似明月爱如潮 想你每天每一秒 他日若碎凌云志 宁愿不露后脑勺 念完之后 笑得老二用手拍床 用头撞墙 每天临睡觉前 绿帽都会信誓旦旦地说 明天就表白 一转拿下 要让奔妹沐浴在自己的爱河中 可从来不见她行动 直到有一天 绿帽看见奔妹和另外一名男生 手玩手走在花园里 她才痛心疾首 后悔自己下手玩意 小湖南通过连夜侦查得知 那名男生 的确是奔波霸的男朋友 但不是本校的学生 在西安读大学呢 文听此言 绿帽重整旗鼓 发誓要横刀夺爱 永当第三者 在绿帽突击爱情之时 老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此人兄不知 从哪里逃弄了一本 奇门遁甲 封面上是一个阴阳八卦图 黑的半圆里有个白圈 白的半圆里有个黑圈 绿帽每天晚上都会打坐修行 运气发功 嘴里又是念经 又是念咒 老二宣称 自己对奇门遁甲的研究 已经小有成就 用不了多久 他就能预测出第二天的彩票号码 到时候给宿舍里每人发一辆解答 我们对老二的做法 从来是听之认之 知道他折腾久了 自然就泄气了 给女生看手相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是绿帽对老二的做法 深恶痛绝 并称老二为封建于孽 想发财想瞎了心 每当老二前行打坐时 绿帽都会用录音机放歌 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浪 大姑娘走进了青纱障 听得老二心猿一马 几次险些走火入魔 两人为此事 经常坐在床上互相指责 然后就发展为谩骂攻击 若不是苏宁在旁边 二人几乎就要撕扯到一起 为了彻底灭一灭绿帽的嚣张气焰 老二向苏宁求教 苏宁拒绝卷进漩涡 于是老二又向我求助 我一想长此以往 两人肯定要闹翻 于是答应老二要帮忙 前提条件 是请除了绿帽以外的所有人 到肯德基去肯上一肯 老二毫不含糊地答应了 吃人鸡快 替人消灾 我第二天就召集 所有参与吃鸡的成员 开了个会 传达了我的精神 听罢我的主意 老二拍手称快 其他人骂我损到了家 当天晚上 小湖南把自己的一位 从小一起长大的老乡 喊到了213 说要商量十一回家的事情 他俩在用湖南鸟语交谈的同时 我们宿舍还在上演经典剧目 老二和绿帽 分别坐在自己床上 破口大骂对方 老二说自己已经练成奇门术 要把奔波霸 变成旺仔小馒头 绿帽说 要到公安部门举报老二 搞封建迷信活动 并且参与了盗墓 两人针锋相对 骂得不亦乐乎 整天吹牛逼 又要升天又要顿地 还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载 你知道自己一顿吃几碗干饭吗 绿帽摇头晃脑的 指着老二的鼻子 我趁机凑上去 没错 要真的会这么多 咋不去摆摊算卦呢 看到有人站到自己一边 绿帽洋洋得意 老二淡淡一笑 看来不露点真本事 你是不知道 你二大爷是个爷们 来 果果 我给你算上一挂 我连连摆手 要算给别人算去吧 我没那闲工夫 听你满嘴放炮 绿帽也来劲了 要算你就给生人算 哎 小湖南 把你朋友借来用用 小湖南把他那哥们 就推倒了桌子前 老二飞身下床 一把就抓住了对方的手 吓得那哥们直咧嘴 我就不用算了 我小时候算过 算命的说 我没啥大本事 将来成不了啥大事 老二并不搭话 而是紧盯着攥着的手 看了足有三分钟 然后尝出一口气说 哥们 你腰上有块胎记是不是 此言一出 那哥们 点头好像鸡前米 对对对 我生下来就有 有人说这块胎记 特别像一个卡通的模样 这番话 一下子就震住了绿帽 绿帽赶紧掀起了 这个哥们的背心 果然 一个酷似蜡笔 小心脑袋的胎记 露了出来 上面还有一撮毛 虽是如此 但绿帽嘴上仍说 肯定是老二以前看到过的 第七章 老二生仙 中 老二不紧不慢地 喝了口水 放下了那哥们的手 倒背着手在宿舍里转 边走边说 你家中应该是兄弟两人 你是十六母命 而你的父母均是活命 所以你小时候体弱多病 八岁那年 你家后院一口井被舔死了 那年 你一定得过一场大病 差点小命难保 你十九岁告别了楚男之身 但对方现在和你 却是天各一方 可有此事 老二的话不急不缓 却像一颗巨雷 把大家震呆了 小湖南的老乡 一边听一边站了起来 脸上不断地往下躺汗 愣愣地站在那里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赶紧捅了捅他 他说得对吗 神了 真是太神了 这位哥们 边说边抓住了老二的手 大师 您再给算算 我和我那位 啥时候 才能不在天各一方啊 老二笑而不语 瞟了绿帽一眼 绿帽也傻了 呆呆地站在桌子旁边 宿宁赶紧先让那位哥们 冷静冷静 并说 大师发工一次不容易 具体的后话留到明天 但是无论什么问题 都是可以让大师解决的 而且呢 大师发工后 需要补充体力脑力 没等苏宁说完 这哥们一溜烟跑到了超市 拎了一堆吃的 有鸡腿 有牛肉干 还有两盒云烟 这哥们情绪特别激动 嚷嚷着 要老二再给他算算姻缘 老二什么东西也没拿 什么话也不再说 爬上床继续打坐 远远看去还真有那么点先锋道骨 我和小湖南先把那位哥们送走 回到宿舍看到绿帽还愣在桌子旁边 我凑上前去 爬在绿帽耳边 妈啊 不服高人有罪啊 万一老二真的发功 把你的奔妹 变了旺仔妹就坏菜了 这句话吓得绿帽一哆嗦 他颤悠着爬上床 一言不发 地面冲墙躺下了 我又对老二说 众如大师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肚子里能走航空母舰 可千万别做出荒唐事啊 老二从丹田吐出一口气 天知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事故须胜时不足胜有余 凡是我自有分寸 人嘛 不能把事做绝啊 说吧 他又闭上双眼 我回头冲大家一时眼色 苏宁一个剑步冲到桌前 拿了一包云烟 并扔给我一包 老二和小湖南 瞬间也把牛肉干和鸡腿扫荡一空 吃完以后 老T还冲着老二做了个一 谢大师赠鸡腿 从此以后 来213算挂占卜的人络绎不绝 晚上的时候都得排队 老二每次都让对方明天再来 而到了第二天 对方来了以后 老二总能把人说得心服口服 外戴佩服 有一次 他给楼上某男生占卜之后 竟然算出对方的高考成绩 和填报的志愿 更绝的一次 他竟然算出 一位女生高中时候打过胎 吓得那名女生 差点给老二跪下 煞时间 要找活神仙 就去213的口号 传遍整个校园南北 来让老二看手 像算姻缘的女生 也不在少数 当然 我和苏宁 小胡男 老T也没闲着 每次我们都会 事实提醒大家 大师发工很劳累 需要补充体力脑力 毕竟是大学生 大伙都能听出言外之意 从此我们宿舍 便在老二的带领下 提前奔了小康 老T每天晚上都有鸡腿吃 小胡男再也不用发愁 吃不到冰榔 因为有南方学生 专门让家里游寄过来 我和苏宁 再也不抽十块钱以下的烟 而且每次抽烟 只抽半截 因为后半截 尼古丁太多 老二每次总是大方帝 把所有东西分给大家 自己分毫不取 绿帽也开始讨好老二 每当老二打坐 他都会安静地在一旁守候 并自称是老二的护法 后来 绿帽还买了一些 佛教歌曲的磁带 专门在老二练功之时播放 而这种美好的生活 却因为老二的一句话 而彻底改变了 因为绿帽整天毕恭毕敬 老二有点忘乎所以 有一天 绿帽在给奔妹写诗 老二掐指一算说 奔波霸前世 就是一个修仙得道的木瓜成精 还说绿帽前世 就是阿凡提的小毛驴 这句话气得绿帽一蹦三尺 跳脚骂老二上辈子 就是一个被五马分尸的妖道 两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争 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 战争中受伤害最大的 就是我们这些无辜的平民百姓 从那以后 凡是来求算挂占卜的 都被绿帽赶了出去 任凭我们怎么说 都无济于事 老二对此也是没辙 又跑到我跟前求教 我这个人心肠最软 听不得好话 于是叫了苏宁 小胡男和老T 直接杀笨麦当劳 老二倒是心甘情愿地买单付账 第八章 老二生仙 下 第二天 宿舍里只剩下了老二和绿帽 老二心平气和地 把绿帽拉到床边 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 但是你丝毫没有悔改之意 虽说我的忍耐力 已经超出了宇宙中任何生物 但是我忍无可忍了 俗话说 是可忍赎不可忍 输可忍 沈不可忍 今天我就让你弄明白 咱俩之间谁牛逼谁装逼 说吧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药瓶 里边是蓝色的液体 这叫前世今生回砖水 里面蕴含了我十几年来的功力 你喝上一口 就会变回你的前世 当然了 咱们只是试验 为的是让你相信 来吧 你闻上一闻 就会变成驴头 时间将持续一个时辰 绿帽听了半信半疑 但是看到老二的蔑视的眼神 他还是打开瓶盖闻了一小 吓过了一会 老二说 你已经变了 绿帽拿过镜子一看 里面 还是自己原来的模样 分毫没有改变 哈哈大笑说 变你二大雅 说完 把镜子扔到了一边 老二却笑而不语 晃着肉乎乎的大脑袋 看着绿帽 绿帽有点发毛 拿过镜子一看 还是自己 这时候 我和苏宁 小湖南 老T走进了宿舍 老T突然大叫一声 驴啊 我和苏宁 小湖南 也是啊 得大叫 盯着绿帽说不出话 小湖南咕咚坐在了地上 老T靠着门哇哇乱喊 老二很严肃地说 各位 静一下 不要担心 你们看到的是幻觉 是绿帽同志的前世 在下掠施法术 让你们瞧上一瞧 也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虽然他自己看不到 绿帽抓过镜子看了看 还是没什么变化 但是看到我们几个的眼神 他彻底相信了 一屁股坐在床上起不来了 老T扎着胆子过去摸了摸绿帽的脑袋 然后拍着胸口说 哎呀妈呀 我还以为看见鬼了 绿帽赶紧攥住老二的手 众如啊 你赶紧给我解了吧 别下着大火 我知错了 老二说 这没事的 只是让别人产生幻觉 你只闻了闻 一个时辰过后就恢复了 两个小时以后 苏宁对绿帽说 哎呀 终于变回来了 绿帽的脑袋 还比驴脑袋好看啊 哎 我说老二 行啊 你那药水听一听 唐山人 听闻不分 就能变 这也推NB了 听了这话 绿帽苍白色的脸 终于见了点血色 从此以后 整个宿舍 又恢复到了小康生活 神仙般的日子 持续了没多久 有一天 绿帽衣衫不整 灰头土脸地走进宿舍 爬上床一言不发 问啥都不说 我们正纳闷呢 老二 也垂头丧气地走了进来 也爬上床 唉声叹气 我赶紧凑上去问 大师 这是怎么了 愁眉不展的 是不是今天练功不太顺啊 别太着急了 慢慢来 老二双手抓着 自己头发说 今天正教处老师把我叫过去 狠狠地K了一通 说我在校园内 搞封建迷信活动 还聚脸钱财 最后决定 给我寄过一次 还得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 检查书要贴在公告栏里 绿帽爬起来对老二说 老二 都怪我 怪我偷了你的药水 啊 那瓶水 是你拿走了呀 唉 算了 我还是实话实说了吧 这几天我都是骗你的 骗我 骗我啥 那些算卦占占卜发工 都是扯淡的 那为什么还那么灵呢 给小湖南同学算卦 是家家事先告诉我的 给其他人算卦 都是让小湖南去各宿舍打听 旁敲侧击地询问 完了再告诉我 那便驴呢 根本就没有驴 那瓶水是普通的漱口水 完了他们几个配合我整个双簧 我可生命啊 这些搜竹一歪点子 都是锅锅出的 再说 那些得来的东西 我可一口都没吃 全被这些畜生糟蹋了 你看他们几个 最近都胖了 绿帽听了这话 孤冬躺在了床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你们算是 把我坑苦了 今天上午 折折的男朋友过来了 我把老二的水偷走了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趁他们不注意 我把前世今生回砖水 阿佩 就那破水 放在了折折男朋友的杯子里 然后大叫驴啊 还把饭店里所有的人喊过来看驴 结果 折折男朋友当众打了我一顿 折折也气哭了 说再也不理我了 还说我写的诗特别烂 让我再也不要纠缠他了 这 这 这可是我的初恋啊 绿帽欲哭无泪 啊 大家全都惊呆了 最后 绿帽和老二 因为同病相连 都是受害者 所以握手言和 还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其余四个人 答应赔偿二人 经济精神名誉损失费 请这俩孙子 吃一星期的晚饭 从此 老T再也没有吃过鸡腿 冰郎的味道 只存在小湖南的回忆里 我和苏宁 继续从地上捡烟头抽 第九章 十一放假 上 老T好模仿 跟风是他的强项 但又不善模仿 凡事都会慢 他人半拍 开学 由于天气闷热 一些艺术系的男生 飙心立意 生怕别人不知道 自己是搞艺术的 纷纷剃了秃头 耳朵上也挂了不少 物件老T耳朵上 倒是没敢穿孔挂耳环 却也弄了个秃瓢 整天晃着冬瓜般 大小的秃脑袋 晃来晃去 而秋老虎发威 只是一小段时间 一场秋雨 一场凉 两场秋雨过后 天气转冷 艺术系的男生 纷纷买了帽子 有的甚至是购置头套 梳上了辫子 打扮得跟娘们似的 这一下可苦了老T 市面上就没有他能戴的帽子 动得这家伙 整天缩着脖子 以前上公共课的时候 由于对同学不甚熟悉 不知姓名 老师提问 都是按点名册 随机喊学生来回答 一次老师大喊一声 后边睡觉的同学 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课堂上 有三十多人 蹭的站了起来 可自从老T 变成了老突 回答问题的专利 全部归了他 大多数老师提问时 都会用目光巡视全场 然后缓缓地说 请那位光头的同学来回答 然后在大家的哄笑声中 老T瞪着朦胧睡眼 不知所措地看着老师 这让老T很郁闷 他决定头发长出来之前 暂时罢刻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 十一长假来临 9月30号早上 老二就开始 兴高采烈地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 他嘴里快活地喊着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无量天尊 美哉美哉 然后 把衣橱里的东西 翻倒在床上 老T看到老二衣橱里 还有一根火腿 一手抢过来 拨开放在嘴里 老二也不介意 贫僧今天行善积德 就不和你计较了 老T又发现 老二的衣橱里 还有一顶耐克的帽子 他赶紧抢来 硬戴在秃头上 只听咔吱 帽子扯成两半 老二心疼得哇哇大叫 秃驴 贫道跟你拼了 苏宁在一边大笑 你们看咱老二 一会儿就给自己 整俩称号 一会儿平风 一会儿平道 这帽子 说不定是哪位 美貌的尼姑送给他的 我说老二 明儿才放假 你着什么急啊 老二见自己拼不过老T 又继续收拾自己的行李 明天大学生都放假 火车上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我今天下午就走 我昨天占卜了一挂 这次回家 我将有桃花月 哎 女人啊 麻烦 小湖南凑上来告诉大家 老二原来的高三同学 给老二写信了 约老二放假 句上一句 关键是 这位同学是一个女的 原来如此 听了老二的话 大家也都动了思乡之情 也都开始盘算 是不是该提前出发 毕竟今天上不上课 都是自己说了算 于是 整个213 都纷纷开始打点行囊 准备回家 我打去小湖南说 你不说路途遥远 路费太贵 就不回去了吗 现在又收拾东西 是不是家里也有 家人相约啊 家里的水稻快收割了 人手不够 我爸妈岁数都不小了 我要不回去 他们肯定累坏了 再说 忙上两天等 水稻收割完了 我就去张家界 当几天导游 累失累点 但比留在这里搞促销 能多赚点 小湖南说 这番话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伤感 小湖南对于自己家庭的贫困 毫不讳言 他对贫穷没有怨言 也不漠然 只是每课都在努力改变现状 他娇小的身体里 永远充满冲劲 这让大家不得不佩服 当天中午 学校还没有宣布放假 213宿舍 已经人去乌空 大家各怀着自己的心事回家了 在火车上我仰天长叹 人算不如天算啊 本以为旷课早回家一天就可以有座 可万没成想 火车上仍然是人满为患 用句文词 那就是磨脸 接种 看来大学生的觉悟以及智慧 的确很高 都想到了放弃上课 提前回转家园 紫霞仙子曾经说过 我想到了开始 可是 我却没猜到这结局 忍吧 就当我感觉自己 已经被挤成挂力的时候 火车终于抵达了秦皇岛火车站 我冲出车厢 尝出一口气 蹲在地上美美地抽了一支烟 起身刚想离开 就被黑暗角落里冲出来的一名雕形大汉拦住去路 大汉很亲切的 以随地乱扔烟头的罪名 罚了我十块钱 连票都不给开 人在屋檐下 怎敢不低头 我心想 万一哪天 老子真成了人物 看我怎么收拾 你们这些杂碎 小样的 整不死你 我一边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 安慰自己 一边四下里张望 终于看到另外一名个子矮小的哥们 也顺手把烟头扔在地上 我赶紧跑过去 把刚才大汉对我说的话 向他重复了一遍 这哥们刚要把钱交给我 半路上杀出了一个程咬金 一个穿白色运动衣的女生 突然出现在我俩面前 这名女生个子不高 模样却也说得上是俊俏 而此时 她却拧着眉毛接我的老底 说我刚才乱扔烟头 刚被罚的款 并劝我对面的哥们报警 我靠 听了这话 我一溜烟直奔了汽车站 我的家在秦皇岛市的昌离县县城 离市区还有一大段路程 坐上汽车我心里还在郁闷 煮熟的鸭子被人给端跑了 哎 看来以后行骗 还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细节成就完美吗 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六点 看到熟悉的家 看到俺亲爱的爹妈 尤其是看到 俺娘给俺包的饺子 我这心里 还有我这胃里一个劲的翻腾 可是我妈愣是不让我吃饭 说她的一个远房婊侄女要过来 晚上住在我家 这个婊侄女名叫刘爽 上小学的时候 曾经来过我家一次 被我打得痛哭流涕 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 刘爽和我同岁 高考发挥失常 所以经过痛苦的挣扎和选择 决定要再战一年 今天晚上过来是暂住一天 明天就要去我们献疫中复读 她属于我家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所以 对于她的到来 我是十分的不满 第十章 十一回家 终 天到傍晚 这位婊侄女 终于怯生生地来到了我家门前 看到她 我俩四目对视 她的眼里充满了惊讶 我的心里攒足了怒火 大家肯定猜着了 这位婊侄女 就是在火车站 坏我好事的 那名俊俏女生 看到我俩愣在当场 我爸妈赶紧捅了捅我 还不把行李接过来 发啥呆呢 我赶紧接话 天上掉下个刘妹妹啊 这一晃都有十几年没见面了 哈哈 我一边打哈哈 一边接过刘妹妹 手里的行囊 然后不停地向她拾眼色 在饭桌上 我父母一个劲地给刘爽加菜 我却被晾在一旁 刘爽细脚慢咽地吃着饺子 对我父母说 这次来给大家添麻烦了 然后他转头看看我 又下定决心似的 扭过头去向我父母详细地讲述了他的表哥 也就是我 在火车站行骗的事情 听了刘爽的话 我爸抄起筷子 就要抽我 被我妈及时地拦住了 我父母一直是以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宗旨来教育我的 当我看到我妈妈阻止了我爸的暴行 我感到很欣慰 毕竟我都上大学了 不是孩子了 哎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却不成想 可怜的人是我 我的这位亲娘 阻止了我爹用筷子抽我 却跑到厨房拿来了赶面杖递给我爸 还说 我上大学出息了 学会行骗了 将来肯定要蹲大楼 我一看大事不妙 赶紧围着圆桌跑 边跑边解释说 我是和那哥们开玩笑的 最终 刘爽假惺惺地帮我劝住了我父母 我像贼一样 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恨啊 恨得我嘴里直冒酸水 我一定要报复 我心里暗暗发誓 晚饭过后 我父母陪刘爽在客厅里聊天 我在房间里琢磨着怎样报复 这个傻妞 晚上肯定是睡客厅 等她睡熟 我光着膀子抽着烟坐在她身旁 一口烟吹在她的脸上 她醒来以后 恐惧地看着我 嘿嘿 想象着她恐惧的表情 我暗自得意 到时候 最起码吓她的半死 晚上十点 客厅里的电视声 没了 估计这个傻妞睡着了 我看了看父母房间里的灯也熄灭了 我脱掉上衣 悄悄地点上一支烟 捏手捏脚地来到客厅里 光线很暗 只能看清这个傻妞 用毛毯蒙着脸在睡觉 我慢慢蹲下 把一口烟使进吸尽肺里 撩开毛毯 把烟吹了出去 嘿嘿地冷笑了两声 冷笑后的一刹那 我后悔了 我颤抖了 我腿肚子转睛了 大脑一片空白 我看见我爸被呛地坐起来 然后他老人家 追在我身后 要拿着鞋底子砍我 我紧跑慢跑 还是被抽了两下 后背上火辣辣地疼 我妈和刘爽 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我妈赶紧问怎么了 这兔崽子不好好睡觉 大半夜地跑到我面前 黑黑傻笑 还往我脸上吐烟 看我不抽死他 我爸气急败坏地咆哮 我妈吃惊地瞅着我 刘爽抱着肩 微笑着看着我 我赶紧解释 不是这样 我还以为 以为 以为啥 我妈不解地问 我还以为在宿舍呢 我刚才睡魔症了 以为是和宿舍同学闹呢 结果一睁眼是我爸 我大脑反应得还算快 文婷此言 我妈劝我爸放下了拖鞋 然后把他劝进屋里 回头对我下达指令 你睡客厅 爽爽 我妈对他表侄女的爱称 睡你房间 天哪 我抱着被子来到客厅 刘爽蹦蹦达达地 去了我的房间 我这一宿都被愤怒的火焰燃烧着 辗转反侧 凌晨才迷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我被一阵淡淡的清香呛醒了 睁开眼 只见一双大大的眼睛 在距离我五厘米的地方盯着我 啊 我尖叫一声坐了起来 刘爽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爸和我妈呢 上班去了 姑妈说 他们十一也得加班 加班 走了 就顺我和他了 狼和羊单独在一起 天赐良机 还有这好事 我是不是还在梦里 我的机会这么快就来了 太好了 我嘴角泛起了笑容 我一下子冲过去 大叫一声 就要掐住刘爽的脖子 然后我就看到 我妈在厨房门口盯着我 我猛地刹车 拍了拍刘爽的肩膀 昨晚睡得好吗 住得还习惯吗 没等刘爽答话 我妈让我 快穿上衣服吃饭 这么大人了 也不怕客人笑话 我低头一看 奇猛了 自己只穿了一个裤头 我赶紧披上毛毯 然后拿了衣服 去房间换上 我叹息着自己的苦命 遇到了这样一个 可怕的表妹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回家了 第十一章 十一回家 下 吃完早饭 我父母真的去加班了 我目送二老离去 眼里泛着泪花 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 时间充裕 我慢慢地折磨死他 回到客厅 我看见刘爽正捧着一封信看 旁边沙发上放了一个粉红色信封 我口吐白沫地冲过去夺过信 这封信 是我高二 写给我喜欢的女孩的求爱信 夺过信 我嘴唇都在哆嗦 心里默默地喊出绿帽经常说的一句话 老天爷啊 你打雷劈死这个畜生吧 文笔幼稚 但抒情还算真挚 刘爽还在没心没肺地评价 我们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我已经有气无力了 无冤 无仇 小时候我来你们家你 打得我痛哭流涕 不记得了吗 刘爽的眉毛又拧在一起 和火车站践踏时一模一样 小人报仇 十年还真他妈的不晚 我屈指一算 今年正好是陈一迅歌里 唱的十年 可是大姐啊 你被我打得痛哭流涕 你走之后 我被俺爹打得鬼哭狼嚎 屁股开花 半个月都不敢躺着睡觉啊 那是你活该 刘爽的礼不让人 我脖子上被你用铲刀划了一道大巴 十年都不敢留短发 啊 我心里暗吃一惊 没想到我小时候这么勇猛 虽然心里有一丝丝愧疚 但嘴里却不能承认 大姐啊 俺屁股上也留下了伤疤呀 都是我爸用鞋底抽的 不信你可以看看 四十三号解放协议 如假包换 刘爽扑斥一声笑了 我也不跟你计较了 咱俩就算两清了 对了 你信里的那位女王 她叫什么来着 荣荣是吧 你俩后来怎么样了 我刚刚平衡下来的心 最钟爱的三样东西 香烟 美酒 胡鹏狗友 当时班上 有一出众的女生 腹白貌美 腿长腰细 我们称之为俏妞 俏妞成为了我们一帮男生 私下里经常议论的焦点 在别人的怂恨下 在某次作文课上 语文老师出了命题作文 我心底深处的妈妈 我无心写作文 反而搜长瓜度 把自己所认为绚丽的词语 全都用上 给俏妞 写了一封坑墙有力 质地有声的情书 内容极尽赞美 夸张肉麻地形容了 她温柔与聪颖齐聚 美貌与智慧并存 并且跑到小卖部 去买了一个粉红色信封 信封上是 两只小熊轻腻地依偎在一起 趁着课间 我把信塞到了俏妞手里 俏妞 拆开信封 大致浏览了一遍 在情书上写下我的名字 和学号交了作文 然后把粉红信封退还给我 第二次作文课 语文老师把我的情书 当作梵文 贴在了黑板旁边的公告栏里 并用红笔著名 此早华美 语言流畅 但严重跑题 此乃命题作文之大计 各位同学千万切记 当时我那颗脆弱少男之心 请客破碎 颜面扫地 生不如死 差点看破红尘 去尼古安出家 后来趁着文理科选报 我选择了文科 离开了原来 让人伤心的班级 那后来呢 刘爽不依不饶地追问 后来 我好好学习了 天天向上了 考上了大学 不要避重就轻 我是说 你俩后来咋样了 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呗 各走各的路 我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昨晚上被你气得一宿没睡好 我要回屋补个回笼教 没有联系 还各走各的路 不是这么简单吧 你的日记里 可不是这么写的哦 我终于想起 我的信和 高中日记 都在床头的抽屉里 我恶狠狠地瞪着刘爽 不要逼我非离你 好 我不问了 你去睡你的回笼教吧 等中午我一觉醒来 刘爽已去学校报到了 一年后 这个小妮子 和我重逢的时候 着实吓了我一大跳 并且还和我的大学生活 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此乃后话 暂时卖个关子 大学生活实在是无聊 大学的假期 更是无聊透顶 在家里 我每天就是吃了睡 睡了吃 然后等待着晚上父母 下班回家以后 臭骂我一顿 这成了我整个十一的主旋律 假期过了五天 我就忍无可忍地告别父母 回到了学校 第十二章 苏宁崛起 上 回到学校推开宿舍的门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然是最后一个返回学校的 其他五人 都已经在213内 各救各位了 我定睛一看 宿舍里多了一个新成员 一台电脑 赫然摆在了左侧桌子上 苏宁正坐在屏幕前鼓刀呢 老T 绿帽和小湖南这仨人 斗地主斗的昏天暗地 老二蒙着被子 躺在自己的床上 不知道他又在练什么功 看到我进门 打牌地继续打牌 老T指了指床上的一个袋子 我从家里带来的早 想吃就自己洗去 苏宁从桌上烟盒里 摸出一根玉兰刃给我 我在装系统 一会儿就完事儿 打火机在你身后的桌子上 我接过烟点着 指了指老二 这孙子又整啥幺蛾子呢 谁知道呢 昨晚就回来了 进了宿舍一个屁也不放 蒙着头睡了一整天了 宿宁边说边把一张光盘 放进光区 不完了 和你搭火 还得被你烦死 出牌跟得了前列现眼似的 绿帽布满老T打牌的速度 一把牌扔了满地 小湖南凑乖问苏宁 怎么样了 快行了吗 你不说去张家界 给人当导游赚外快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奇怪地问小湖南 别提了 今年各个景区打击黑导游 都特别厉害 我回家两天收了水道 就赶紧回来 准备做促销 可卖场早就招满人了 没地方去 可惜了我的路费了 你怎么也提前回来了 家里也没啥事儿 闲得无聊 还不如回学校自在呢 都是这样 绿帽和老T也一样 回家三天就返回来了 苏宁没回家 去西安转了一圈 回来就攒了台电脑 说是给大家来点刺激的 等了俩小时 光磨叽 没刺激 小湖南边说 边吃起了老T床上的澡 老T又拧开了叽叽嘎嘎的收音机 美滋滋地听了起来 搞定 苏宁大叫一声 拧开了音箱 一阵荡人心神的声音 飘进大家耳朵 大伙围拢过去 只见屏幕上一对男女赤裸裸地交织在一起 还变换着各种撩人的姿势 大家围拢到电脑前 欣赏这一盛况 除了苏宁 宿舍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的情景 尤其是老T 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 哈喇子都流出来 顺着嘴角落到了收音机上 双脚还在地上扭捏地蹭来蹭去 苏宁看到大家的表情得意洋洋 咋样 够刺激吧 哎 我说老T 你还不把那破收音机砸了 留着过时的老古董 等着下蛋升值拿 光当 咔咔 老T把收音机扔到地上 还夸张地用脚踩了踩 然后分开人群坐到了电脑跟前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苏宁走过去 拍了拍老T的肩膀说 你这孙子就是性子级 英语课你是没有上过 英语老师说 让每个人预备一台收音机 考四级英语听力 还是很需要的 老T又从地上捡起自己的宝贝 仔细地抹撒着 悬开开关 还好 收音机还能想 滋滋啦啦的叫唤 再也受不到任何频道了 这个伴随了老T 引了很长时间的古董 就此寿终正寝 不过老T也没有太伤心 听滋滋啦啦的叫唤声 和四级听力 对它来说 没有任何区别 从此以后 宿舍里的电脑 变成了我们最好的学习伙伴 学习各种游戏 学习各种电影 学习各种音乐 唯一欠缺的就是 从来没有学习过正经的东西 电脑系统中 连Office都被老T 占用硬盘为由给删除了 但是电脑里 有一套正经软件 那就是Photoshop 准备留给绿帽 给大家提供各种方便的 在绿帽的帮助下 苏宁大展雄风 在大一时期 就大张旗鼓地 办了很多让人艳羡的大事 在这里挑点精彩地 给各位看官念叨念叨 苏宁的身手 在整个校园 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勤拿格斗样样精通 他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俩字 刺激 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 自己最希望实现的两个瞬间 一是作为拆弹专家 在最后的十秒内 面临生死抉择 捡红线还是拆蓝线 红色的数字倒数跳动 伴随着滴答滴答的声音 最后01秒 他成功拆除炸弹 然后擦擦脸上的汗水 悠闲地夺着四方步 走出事发现场 第二个场面更为精彩 那就是像 拯救大兵瑞恩李一样 自己作为一个狙击手 和几百米外的 敌方狙击手互相瞄准 自己亲吻了十字架 敌方狙击手 准备开枪的一刹那 伴随着慢镜头 自己枪中的一颗子弹 呼啸而出 穿越对方狙击步枪的瞄准镜 穿越对方狙击手的眼睛 大脑每次说到这里 苏宁的眼里都是喜悦 都是激动 额头上竟然还有滴滴冷汗 而每次听他说起自己的梦想 我都会摸着他的头 然后慢条思理的模仿 响灵嫂的口气 唉 我们家阿毛要是还活着 也该会使用狙击步枪了 老T 对于苏宁的梦想 更是极端蔑视 电影里都是扯淡 你还跟着扯 要是我 唉 要演就演大片 你看昨天咱们下载的那部毛片 多刺激 我就想演里边的男主角 一个人弄那么多的娘们 听完大家 对自己梦想的嗤之以鼻 苏宁抱头哀叹 对牛弹琴 还是对着一群龙牛 弹奏无弦琴 知音难觅啊 苏宁边说边痛苦地唱着校园民谣 溜达出宿舍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无声无息的傻驴 你曾经问过的那些问题 如今再没人问起 第十三章 苏宁崛起 下 苏宁这两个愿望 今生恐怕难以实现 但是他对刺激滋滋不倦地追求 让大家刮目相看 并争相模仿 苏宁虽然身手敏捷 但他最喜欢的 还是卖弄自己的小聪明 他和对门214外号 锤子的哥们打赌 说自己要在宿舍楼前 弄一辆自行车 大家都知道 看宿舍楼的张大爷 负责看管楼前自行车 而且看得相当紧 我们宿舍楼前 被并列誉为校园安全套 和小偷绝版地 北校区上课的学生 都跑出三里地 来我们这儿存车 安全啊 学校为了表彰 看门张大爷的敬业精神 给发了锦旗 和每个月300块额外奖金 张大爷更加变本加厉地卖命了 整天转悠在宿舍楼前 看自行车 跟老母鸡孵蛋一样 苏宁动手那天 213和214的哥们群体行动 来到我们宿舍 把脸贴在玻璃上 看着苏宁的一举一动 苏宁双手空空地出了宿舍楼 静止走到停车带 乡中一辆八成型的捷安特 一把拽出车棚 横放在地上 然后晃晃悠悠 走进了看门张大爷的港楼 不一会儿 张大爷拿了钳子 改锥 锯子 和苏宁一起走出港楼 来到捷安特跟前 嘎嘎吱吱 机里光浪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两人把捷安特的横锁 愣是给大协八块 苏宁一边扶起车子 一边向着宿舍楼 比划了V字首饰 不一会儿 苏宁倒背着双手回到宿舍 锤子锤头丧气地坐在床铺上 苏宁 你小子太不仗义了 和张大爷是亲戚你就明说 何苦打赌害我呀 愿赌服输 再说 谁和老张头是亲戚了 那他为什么帮你偷车子 我说要是丢了 去外面换索配钥匙 至少得十块钱 有这十块钱 够我吃一天饭了 所以请老张头帮个忙 于是他就帮了 靠 那他就不怀疑你 怀疑呀 他问我这车子是不是我的 我说 当然是了 张大爷爱港敬业世人皆知 学校为此还大表扬过 为保一方平安 张大爷 您是每日辛劳 大家伙对您高山仰旨 我就是作死 也不敢来您这儿啊 您要是不相信我 我可以找几个同学来作证 那老张头咋说 老张头说谅你也不敢 然后发生的事情 你们就都看见了 天哪 锤子大叫一声 掏出一百块钱扔在床上 宿宁赢了钱 请宿舍的哥几个 到校外大吃一顿 吃完还买了一瓶恒水老白肝 和一些豆腐肝 送给了看门的老张头 从此 老张头和苏宁 更是成了莫逆之交 为我们宿舍提供了诸多方便 其实 苏宁也并不是真想要自行车 有啥急用 而就是为了刺激 为了卖弄自己的聪明才智 转天他 就把捷安特安了锁 送给了锤子 笑得锤子合不拢嘴 嘚瑟地骑着车子 转变了整个校园 但光顾着高兴了 没瞅见酒窖门口正在施工 一头栽进沙坑里 摔了个鼻青脸肿 被大家笑称为 骑车飞越酒窖的第一傻驴 这件事情 到此还没完全结束 看到苏宁一战成名 老T的跟风影又犯了 他和另外一名体育生打赌说 自己能在老张头眼皮底下 弄出一辆自行车 对方不信 老T模仿苏宁 一葫芦画瓢搬到车棚前面 也挑了一辆捷安特 把自行车放倒在地 便倒背着双手 躲进了老张头的岗楼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老张头当时就有点奇怪 老T也学不会苏宁的甜言蜜语 只是一个劲地催促老张头动手 还没等老张头答应 他拿过抽屉里的钢锯 就跑出来开干 也该他点背 正拒着 车子的正主从天而降 拉拉扯扯地 把老T拽到老张头面前 竟然有人在自己面前耍花招 老张头勃然大怒 非要把老T送到保卫科 幸好和老T打赌的体育生机灵 迅速跑到我们宿舍汇报 苏宁大惊失色 靠 老T要是招了 那老子也跟着完蛋 盗窃那可是要开除的罪名啊 眼瞅着就要出大事 但苏宁毕竟是苏宁 他跑到214找到锤子 如此这般的吩咐 锤子一借而行 来到楼下和老张头解释说 自己把自行车借给了老T 但是老T不知道哪一辆事 所以稀里糊涂闹了一场误会 边说还边把自己的 那辆吉安特骑了过来 最后 老T被老张头臭骂一顿 陪了对方同学的车所前 灰溜溜地跑回了宿舍 对于老T的无耻行为 宿舍内在吸灯以后 专门召开会议 进行批判 小胡男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绿帽说 道义有道 老二说 道可道 非常道 我说 这仨独子 纯粹是胡说八道 跑题了 老T搭拉着脑袋 坐在桌子跟前 一言不发 宿宁说 老T啊 你小子学东西 倒是够勤快的 刚开学的时候 你学艺术系的男生 剃了个秃瓢 后来冻得差点吐血 你怎么就不能吸取教训呢 别人偷驴 你把卷子的事就不能少干点 你看我去整一辆自行车就坐不住了 事先我做了多少准备 你知道吗 做啥准备 老T抬起头问 听苏宁这么说 大火也都纳闷 都等着苏宁的下文呢 我事先盯了 这车子俩礼拜 从来就没人骑过这辆捷安特 那锁头都秀了 估计是上届大四的师哥师姐们 带不走扔在了那儿的 另外 我之前还往车把里面 塞了一毛钱钢瓣 万一露线 我可以拿出来做整 还有 事后 我给老张头买了东西 把脏物给了锤子 堵住了他的嘴 你倒好 苏宁巴巴巴巴 一通说 行了 你这也不光荣 再说了 老T临危不惧 没把你招出来 就算不错了 我笑着脸打圆场 我突然看见 老T低下头 然后蹲下 一个二百来斤的庞然大雾 在床下肩膀晃动 好像在抽气 我赶紧劝他 老T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啊 这是干嘛呢 我记得床底下 有一毛钱钢瓣 明天我再找辆自行车 放他车把里 老T问声问气地回答 咚 咚 咚 宿舍其他人全部吐血 栽倒在床上 第十四章 老二闹失恋 上 可能细心地看官有所察觉 最近的章节 老二很少说话 从十一长假之后 一个多月的时间 老二都闷闷不乐 回到宿舍蒙头便睡 宿舍各种活动 包括出去C回来 他都拒绝参加 住 C和A分别指 CS和看A片 刚开始 大家还以为这小子 又开始练童子弓了 后来发觉 事情有些不对头 老二每天不洗脸 不刷牙 不刮胡子 不理发 几个星期下来 弄得跟非洲难民差不离 老T站在他跟前 都成了干净文明的大学生 最让我们纳闷的 是他竟然不再提练功的事情 每晚固定地打坐时间 换成了自己坐在床上卖带 我们几次试图撬开他的牙关 却均以失败告终 大家一致决定 让包打听小湖南同志 负责此项业务 经过长达三天的寻寻善诱 和引蛇出洞 胡佳佳同志不如使命 告诉大家 老二失恋了 其实也算不上失恋 因为根本就没练 就是十一放假之前 老二收到原高中女同学的一封信 约其假期见面 老二自高二 便对该名美媒垂涎三尺 终于有机会据为己有 所以 老二对假期充满期待 就好似偷吃禁果 怕怀孕的女生 期待立嫁一样 可造物弄人 当老二兴高采烈地 奔赴自己的桃花孕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 对方美媒带了一高大 威猛的丑男一同赴约 还嗲嗲地介绍说 这是我男朋友 当时 老二想吃耗子药的心都有 后该女生终于说出了 约老二出来的目的 女生的父母 不知道自己的女儿谈恋爱 更不知道 女儿已经把准女婿带回来了 所以 这美媒没法让男友 住在自己的家中 关键时刻想到了高中时期 对自己百般痴心 百一百顺的李仲如 所以约其见面 好给自己的男友 找一个不花钱的住宿之地 老二这窝囊玩意儿 还真的把那位高大威猛 满脸粉刺的丑男领回了家 像亲爹一样伺候了几天 后来老二 越想越不对劲 便以学校有事为由 早回了宿舍 摆脱了梦念般的假期生活 大家听了小胡男的讲述 都觉得这件事有点棘手 这抽冷子试炼的男生 和被强暴失身的女生一样 都是很难以劝解 需要时间慢慢地冲淡 但是一老二目前的情形 恐怕这家伙 哪天就把时间给冲淡了 彻底啥烦恼都没有了 为此事 宿舍领导班子 除了老二以外所有人 专门开了个会 在会上 大家纷纷敬言 说出自己的观点 给老二弄点好吃的 最好是大碗红烧肉 再弄点酒 喝完以后 这乱七八糟的往事 就都他妈的随风了 老T的任何主意 都离不开肚子 边儿待着去吧 到时候红烧肉 到不了老二嘴里 全被你小子干了 喝点酒就都他妈随风 你当那是忘情水啊 我及时挑断老T的阴谋 照我说 把那女的骗过来 整点尿药灌蒙了他 再给老二整点春药 让两人在宿舍 干柴烈火烧这么一把 到时候 你们才会咋样 反正 你被关进大佬肯定的 你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一看你这就是 没谈过恋爱的 跟个小屁孩似的 脑子里都是 不切实际的幻想 绿帽跳出来 硬装大尾巴狼 要我说啊 最关键的就是 拿钱砸死他 先雇几个人 把那满脸粉刺的 丑驴打跑 再用999朵玫瑰 夺取芳心 最后再让 呸 还没等绿帽发表完演讲 苏宁把一双臭袜子 扔到了他嘴上 拜金主义者满嘴放炮 你给奔波爸 送了一火车玫瑰了 还不是被人男朋友 痛扁一顿 绿帽听了这话 脸上挂不住了 跳到苏宁床上 要和苏宁掐架 反被苏宁反手 按在床上求饶 小湖南说 要不 咱们在校园里 给老二介绍一个 新的女朋友 书上说 忘记前女友的最好方式 就是再找一个 说的倒是轻巧 这么短的时间 拿给他整肃配去 再说 您看看仔里二爷 现在掩盖帮弟子 都不用化妆 哪个正常的姑娘 能看上他啊 小湖南的提议 被我当即否决 会议最终决定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让老二自生自灭 自己舔平伤痛吧 接下来的时间 老二不吃不喝 愈加憔悴 身体瘦得没了模样 老T的一双袜子 都能给老二 当秋裤穿了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老二啊 你就是咱们宿舍 当之无愧的情圣啊 你终于实现了 你的梦 想要生仙了 来 生前还有什么 没完成的事 跟哥说说 这儿有纸笔 把一言写写 你生仙以后 那床垫褥子 就留给哥哥我吧 做一面想 第十五章 老二闹失恋 中 在我和苏宁的 百般挖苦下 老二目光呆滞地 看着我俩 盯了半天 叹了口气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我本将心腹明月 奈何明月照丑驴啊 一句话 把大家全逗乐了 苏宁把老二 搀扶下床 老弟啊 你都这德性了 还整冷幽默呢 快把这饭吃了 这是小湖南 特意给你买来的 快吃吧 老二用痴呆的目光 看了看小湖南 以为表示感谢 然后拿起筷子 加起菜 哎 奈何明月照丑驴 天知道 损不足而不有余 这家伙 又把算卦的词 想起来了 还合着押韵的 快吃吧 再不吃我们 就得给你烧纸钱了 我把一盒米饭 递到老二的眼前 在大家的悉心照顾下 老二恢复了一点生机 晚上的时候 他问大家 你们说用俩字概括 生活是什么 苏宁 刺激 小湖南 生活就是奋斗 老T 生活就是活着 绿帽 我觉得 生活就是挣钱 我说 生活就是找乐子 老二歪着脑袋说 姑姑 找乐子是三个字 我嘿嘿一笑 恭喜你 都学会实术了 那你小子说 生活是啥 生活就是痛苦 无休无止的痛苦 沿街的乞丐 亿万的富翁 只要活着 那就是得痛苦 各种痛苦 老二深沉地回答 你还甭说 咱老二挺像一折人 说的也有道理 苏宁对老二的回答 极其赞赏 折人的大大的不像 他算挂的干活 绿帽模仿 日本军官的口气说 老T接着绿帽的观点说 我说也是 老二就是装弹 这次要是那娘们 答应和老二搞对象 那他现在肯定说 生活就是打炮 满屋子人轰得大笑 苏宁指着老T大骂 你这孙子 冷不定地说句幽默的话 还挺深刻 老二摇头苦笑着说 老T 我日你 老T见自己引起轰动 更加得意 他对老二捏起兰花纸 吸着嗓子 学着日本 AV女郎的腔调 讨厌 死鬼 来啊 哦哦哦哦 come on 满屋子人又开始呕吐 四日早晨 苏宁穿上一身摄影装 就是满身上 全是口袋的那种 然后对老二说 快起床 我带你 去街上找刺激去 找啥刺激 带上我吧 老T积极地表示 愿随军前往 你滚蛋吧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去对门 给我借一台相机 苏宁吩咐老T 老T屁颠屁颠地 跑进了对门宿舍 苏宁 我这儿有胶卷 乐凯的柯达的富士的都有 给你算八五折优惠 小湖南 见缝插针 积极推销自己的货品 留着给你媳妇 拍婚杀照吧 我这次不用胶卷 苏宁边说边把老二拽下床 二人拿了相机出门去 下午回来以后 老二给大家会声会色地 讲述了他们上午的传奇 出了学校 我就被苏宁领着到处溜达 各个大宾馆酒店门口走了一番 也不知道苏宁是想干什么 后来到了油店宾馆 大门口有一个大哥的拱形气球 上面写着什么 我也没看 苏宁拽着 我就进去了 进门我才看清楚 是什么楼盘盛大开盘的一个仪式 在油店宾馆召开 苏宁走到接待处 问谁是负责的 负责人过来以后 苏宁说 我俩是新华社河北分社的 一个摄影一个文字 问负责人有没有通稿 还有会议几点开始 那位负责人让苏宁签到 然后给我俩发了餐票 还给了美人一个手提袋 说会议是九点正式开始 会议开始以后 苏宁拿了梅妆胶卷的相机 在主戏台上上蹿下跳 猛劲地胡拍了几百张 闪光灯都快把电池耗光了 吓得我在后面腿肚子都转惊 这要是被发现冒充媒体的 那还了得 最后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俩用餐票在那里胡吃海塞了一顿 就赶紧溜之大吉了 苏宁在一边问 刺激吗 刺激个鸟 你拍照的时候 我就快尿了 吃饭的时候 我差点噎死 哎 咱们看看手提袋里有什么 老二打开了手提袋 里面是一份楼盘资料介绍 一个白色信封 信封里是五百块钱 袋子里还有一个小巧的MP3 MP3是带歌词显示的 老二又拿过苏宁的手提袋 发现里面东西一般无二 显然苏宁也没料到 礼品这么丰厚 他也有些吃惊 妈的 将来 要是真能当上记者 那就啥都有了 第十六章 老二闹失恋 吓 苏宁 老二发了一笔小财 老T吵着 让他俩请客到学友餐厅吃红烧肉 大家也都嚷嚷着 去大吃一顿 老二说 MP3我留下了 那一千块钱 让苏宁看着办 苏宁关上宿舍的门 神秘的一笑 明天晚上 我带大家去歌厅唱歌 再给歌几个每个人找一陪唱的小姐 各位意下如何 另外 唱完歌以后 咱们再去足聊 找几个妹妹按摩一下 大家都听呆了 谁也不吱声 靠 冷脸贴了热屁股 那好 不去了 一千块钱 我升级一下电脑 苏宁把钱装进了兜里 去 去 谁说不去 大家一口同声地回答 说完以后 每个人又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不得了 一个个还装呢 苏宁笑骂 我敢说 那天晚上除了苏宁以外 谁都没睡好 毕竟大家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都没去过这种风花雪月的场所 每个人都在琢磨着 24小时以后包房里的淫泥的氛围 所以 形成了这样的局面 苏宁睡得很安稳 我和老二 绿帽 小湖南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老T躺在床上喘粗气 大家陷入了沉思和遐想 第二天傍晚 213宿舍 成了地道的化妆间 洗脸的 洗头的 刮胡子的 打磨丝的 涂香水的 老T还夸张地把脚洗了 我问老T 咋的哥们 还想带个小姐出台去练一练 老T黑黑傻了 不是 我怕万一包房里是榻榻米 说完 老T泼了水 又回到宿舍 开始整理自己不到一厘米长的头发 老二听说 要去乐呵乐呵 一下子就从失恋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他从对门借了一套西装 又从楼上借来一条领带 进了宿舍 他把西服领带放到床上 然后端了洗脸盆去洗头 洗完头回到宿舍 他西装革履的装扮上 又拍了拍自己的脸 问我 怎么样 是不是白净多了 我刚才用了点绿帽的洗面奶 这名牌的东西就是好 来 果果 再把你的大宝给我来点 滚蛋 你的猪妖子脸都对不起我这化妆品 对了 老T刚才用你的脸盆洗的脚 你小心脸上的脚窃 我打去老二 老二冲上去 就和老T拼命 老T揪住老二的领带往上一勒 老二的脸又成了猪妖子颜色了 对门的锤子来串门 看到我们几个涂脂抹粉 惊叉不已 集体参加雀桥会啊 我怕老T说走了嘴 赶紧推着锤子往外走 一谋拍 英雄二 缺几个男主角 搁几个也准备为艺术献身一回 低调啊 锤子被我推出门外 一脸迷惑 还需要群众演员部 其实我也挺会演戏的 就是一直没机会 我小学还学过几天武术 碰 我一脚把宿舍门踹上 晚上八点 我们五个人都已经整装待发 可是苏宁却一直没回来 我们五个人互相对视 都忍不住想笑 老T一厘米长的头发上 喷了石巾摩斯 怒发冲冠的样子 像是要找人拼命老二 为了洗掉脚臭味 脸都快洗破皮了 而后又抹了半瓶大宝 和半瓶小护士 脸上油乎乎的闪着亮 绿帽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 Nike运动上衣里不伦不类地套了一条金链子 24K的 他正把链子从脖子里掏出来 仔细地擦呢 小湖南更不得了 一改平时精明强干的形象 借了绿帽的一件左单奴T恤 衣服差点没过膝盖 自己倒觉得哈寒了 我自己就不多说了 只记得当天我戴了一顶高高的帽子 活像烟囱成精 五个人坐在各自的床上 照镜子 铝头发 几青春痘 整理灵口 干啥的都有 但是每个人都不时把目光盯向门口 如同新婚之夜 蒙着盖头 等待新郎回来的小媳妇 心里充满焦急等待 幸福的等待 8点40 我收到苏宁简洁的短信 重庆豆花 208宝房 我们呼啸而出 到了208宝房 苏宁正喝着茶水 坐在桌前点菜 服务员伺候于身旁 我们鱼贯而入 看到我们的打扮 苏宁一口茶水 喷到了菜单上 整啥幺蛾子 一个个打扮得跟忍者神龟似的 快坐 我们分兵煮落座 心里都有些疑惑 这时候 韭菜陆续上桌 苏宁举杯邀大家供应 我不解的问 咱不去歌厅里喝吗 歌厅 什么歌厅 别扯淡 苏宁一口把啤酒干了 一下子 大家就炸锅了 折腾了一天一宿 等末了 我们是心拔凉 眼漆黑 大伙嚷嚷着 你不说 今天去唱歌找妹妹吗 还洗脚吗 洗蛋 一千块 一千块钱 也就够包房费和酒水 快吃 我们几个面如土灰的坐在桌前 一点吃饭的心思都没有 就连老T都没动筷子 但是事情终究如此了 也没有其他的说法 所以 不一会儿 大家就开始了开怀倡议 一醉方休 我们夜里十一点才赶回宿舍 每个人躺在床上 都大骂苏宁丧尽天良不仗义 苏宁抽着烟 慢条斯理地说 看门张大爷的小孙子 让开水烫了 我恰巧赶上 老爷子身上没带那么多钱 我只好给垫上 老爷子也不容易 每个月辛辛苦苦工资 奖金加一起 也就六百块钱 所以 这钱我也不打算再要了 今天请大家喝酒 是我自己的心意 大家伙多淡代吧 听了这话 我们无话可说 只是老二的目光 又恢复了呆滞 我本将心腹明月 奈何明月照丑驴 这小子又开始惆怅了 第十七章 暗恋老T 上 小姐没有找成 并没有影响大家的心情 唯独老T有些奇怪 整天盯着市区地图 还把地图上的酒店宾馆 用红笔标记出来 老T的反常举动 引起了苏宁的高度重视 有天早上的时候 他把老T拉到一边 质问道 你小子跟风影 是不是又来劲了 在地图上标 那么多酒店宾馆 意欲何为啊 老T这次倒是挺狡猾 咋了 我几个同学过来旅游 我给挑选挑选 安排个住的地方 不许啊 许 哎 不过我记得 上次你的几个同学过来 你小子是 把人家弄到网吧 凑合了一宿 这次 怎么这么大方了 你这地图上标的 全是市里最好的 三星四星酒店 把你小子卖了都住不起 你是不是想学我跑出去 闹充记者混吃混合啊 还蛮呢 死马昭之心 苏宁用手捏了捏老T的脸蛋 老T一下子就急了 妈的 敢出卖 老子坏我的好事 死马昭这孙子 我找他去 他哪个宿舍的 老T边说边往外走 苏宁被老T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我们在一旁乐得直抽抽 绿帽还一个劲地起哄驾秧子 找他去 打残废他 我一把拉住老T 唐柳呀 别去了 死马昭去年已经毕业了 咱不和他治这个气啊 还有 你以后千万别说自己是学新闻的 听见没 为啥 老T歪着脑袋问 见我们谁也没搭理他 他自言自语道 称 到时候我就说我是学中文的 老T一脸的肯定 我感觉自己的鼻子要流血 苏宁把老T摁在椅子上 你小子出去行骗 要是漏了线 敢把我招出来 我就废了你 许你就不许我 老T倔脾气又犯上来了 就是就是 和尚摸的我卫生摸不得 我在一旁模仿RQ的经典台词 然后又劝老T 你得有苏宁那本事 那名气 啥名气 老T不解 这么的 咱们打个赌 先让苏宁出去到街上溜达溜达 然后你走上街头 随便问任何一个人 你就问他 苏宁在哪里 我敢保证 他肯定告诉你 因为咱苏宁有这名气 有这威望 Fans遍布全世界 我要输了 我请你去吃红烧肉 你要输了 你给我买盒金玉兰 就这么定了 老T把苏宁推出宿舍 15分钟以后 他也出去了 老二对我的打赌 也是十分纳闷 跟着老T一起走了 我在宿舍玩CS 不一会儿 苏宁推门进来 进门就问 谁他妈认识我呀 你这是抽的哪门子疯 我笑约 仙人自有妙计 临近中午 老二和老T满头大汗地回到了宿舍 老二进门第一句话就是 果果 我认你先人 你小子损透了 我的腿都快走舌了 快给我俩倒点水 有吃的吗 苏宁把水杯递给老二 老T抢过去 东东喝了个底朝天 老二在一旁气得干瞪眼 我算倒了八辈子没了 苏宁看看他俩 又看看我 笑着问我 这究竟唱的是哪出啊 你是不是在外边安排了拖 我说 你问他俩吧 老二拿了水杯喝了口水 边喘粗气边骂 还问我俩 你小子办的事情你不清楚 可把我累惨了 食堂里连个鸟都没了 我中午饭还没吃呢 苏宁更加疑惑 究竟怎么了 你俩跑哪儿去了 我们出了校门 老T逮住一卖菜的老大妈 问人家 你知道苏宁在哪儿吗 老太太说 在高开区呢 我们当时就愣了 还真有人知道 但苏宁怎么跑这么快啊 十五分钟就窜到高开区了 我不确定 于是又问一个 七小三轮接孙子放学的老头 大爷 苏宁在哪儿 您老知道吗 老头说 知道 往北走 高开区哪儿 还真是邪门啊 我俩又问了七八个人 都说 苏宁在高开区汇丰路上 我俩就一直走 走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到了高开区 我俩几乎是 爬到了汇丰路 但压根 就没看见苏宁的人影 我们又问附近一家饭店的门卫 哥们 苏宁在哪儿呢 那哥们瞪了我们半天 往我们身后一指 眼瞎呀 那不就是 我俩回头一看 日 只见后边一座商场 门前四个大字 苏宁电器 老二分的牙根痒痒 苏宁坐在床上 笑得直咳嗽 我说呢 我这名气这么大 哥哥 真有你的 但是你们谁赢谁输啊 老T也歇过劲儿来了 嚷嚷地说 反正我不管 哥哥你把我耍了 还想让我给你买烟 想都别想 我累得都快走不动了 你得赔偿我损失 请我吃饭 好好好 我错了 我赶紧认错 但是老T你说 就你这智商 还想学苏宁到外边骗吃骗喝 那还不简直就是自绝于人名 行了 正好今天中午 我们也没吃呢 咱去外边吃红烧肉吧 让苏宁请客 行 老T眼睛一亮 晃晃悠悠站起身 我吃死他 钟 我请客 苏宁看见我打消了老T外出行骗的念头 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 接大欢喜 老T最终并没有学习苏宁四处招摇撞骗 倒不是老T信守诺言 而是因为 有人暗恋上了老T 而且还是一位大美人 第十八章 暗恋老T 中 有一天傍晚 天上若有若无的 飘着懵懵细雨 这么好的天气 当然不能浪费 我们集体逃课 躲在宿舍打牌 老T每天傍晚都要去体育场训练 所以估计这时候早训练完 直接去食堂吃饭了 小湖男士李柯生 晚上很少有课 他坐在电脑跟前 浏览体育新闻 其余的四个人 坐在桌前玩升级 我和绿帽一波 老二和苏宁一波 由于升级十分考验战术配合 所以 虽然苏宁智力超长 但是架不住老二败笔连连 我们杀得二人丢亏气甲 我们激战正憨 宿舍门 光地被撞开 老T原咕隆东肉糊糊的大脑袋 映入我们的眼帘 他的头发上 像雾像雨 又像汗的一层亮晶晶 脸上全是泥汤 一双眼睛里 是极度的喜悦和惊讶 嘴唇有点发紫 还有点哆嗦 渴了不得了 老T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 小湖男扔了条毛巾给老T 我们谁也没搭理他 老T就好一惊一乍的 有一天夜里 老T进宿舍 就喊出大事了 我们着急忙慌地穿好衣服问他 怎么了 这孙子激动地说 有人在楼下卖馅饼 以后不用发愁夜宵了 气得我们罚他回去 买了五个韭菜馅饼 分给大家押金 所以 这次他大喊一声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完牌地继续完牌 上网地继续上网 出大事了 老T大叫 对二抠底 来 老二 把你身后的打火基地给我 苏宁一边出牌 一边不紧不慢地问 是不是楼下 又有卖肉夹馍的了 不是 真出大事了 你们还玩 老T着急地一蹦老高 又一个剑步冲到我们跟前 伸出俩蒲扇般大手 把桌上的扑克牌 胡乱地抓起扔了满地 看到老T着急的样子 我们意识到出大事了 绿帽 递给老T一把凳子 让他坐下慢慢说 小胡男也围拢过来 大家问老T究竟咋了 有人在操场上看我跑步 老T气喘吁吁地说 靠 我认你先人 大家听了老T的回答 齐声开骂 你脑袋被门框挤了 每天操场上 都有那么多人看你跑步 你大惊小乖个啥 来 咱们接着玩 我从地上捡起了扑克牌 不是 不是 老T急得连连白手 是一个女生 特别漂亮 我在操场上一直跑 他一直看 眼睛就盯在我身上 下雨了 别人都走了 他也没走 老T眼里闪着光 咦 有这等事 咱们学校不招收盲人啊 哪个女生会看上你啊 难不成是认错人了 绿帽一脸迷惑地看着老T 接着被老T恶狠狠的目光 盯得不说话了 老二挽起袖子 拉过老T的手 来 让平僧给你送上一挂 看看 你是不是命犯桃花 苏宁赶紧把老T的手 从老二手里拽出来 对老二说 你滚远点啊 再也不滚 我让你的脸上桃花躲躲开 小胡男问 老T你接着说 后来呢 后来咋样了 后来 后来我摔了的跟头 脸栽在泥坑里 然后再抬头人就走了 老T懊悔地说 老二又扭住老T的大脑袋 平道再给你看看面相 我估计 你今天是撞鬼了 老T一拨浪脑袋 反手掐住老二的下巴 哎 把裤子脱了 让平尼看看 你的屁股是不是欠揍了 老二吓得正脱了跑到一边 但嘴里还平呢 施主你应堂发案 注定被恶鬼缠身 让老娜给你占卜画幅 做法驱鬼 我吩咐老T 把老二拿下 然后我转身问苏宁 这种事情怎么办 苏宁说 这还得问本人啊 我又转脸看老T 只见他按住老二的脑袋 正努力把一条抹布 塞进老二的嘴里 我喊老T 嘿 操场上的美女来了 老T慌忙放开老二 突然意识到被骗 又不知道究竟怎么办 瞬间脸上的表情 变化了恩赐 闹了半天 谁也拿不出个正经主意 最后苏宁决定 先让老T 去买些馅饼当夜宵 大家夜里继续开会讨论 但晚熄灯之后的话题 没有涉及男女度妻以下的内容 而是重点讨论 老T究竟 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爱情 苏宁总结说 咱们宿舍 已经有绿帽和老二两位同志 在攻陷爱情阵地时光荣牺牲 所以我们极不希望老T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冲锋陷阵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必须打有准备的账 苏宁的观点得到大家的一致肯定 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傍晚去体育场一探虚实 当夜无话 次日傍晚 我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操场 第十九章 暗恋老T 下 操场上很多人在锻炼 也有很多和老T一样的体育生在训练 还有很多男女在相恋 老T上穿火红色运动背心 下身配草绿色短裤 俗话说 人配衣服马配鞍 在这身衣服的演绎下 老T终于从一个土里土气的二傻 升华为绝顶大傻 他在教练的指导下 开始围着操场慢跑 跑了大概五六圈 老T的步伏明显加大 速度明显健快 他飞身跑到参谋团 队伍旁边对大家努努嘴 操场西面 从北往南鼠第三棵大树下的那个女孩就是 刚来的 气喘吁吁地说完这句话 他又撒鸭子跑了 我们首搭梁棚放眼望去 只见一个高个苗条女生 正在夕阳下抱肩站立 我们几个人装作散步的样子 陆续悄悄靠近 我和苏宁最先来到女生对面三米左右的地方 当我们看清女孩的模样 心里都不禁暗暗赞叹 好漂亮的女子 只见她上身白色褶皱凹 下配直筒牛仔裤 面如桃花 身材匀称 三维有形 眼睛有大个龙眼葡萄那么大 对于我们的到来 该女生置若罔闻 她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操场上的一个人 老T 老T此时还在玩命狂奔 我们仔细观察了 这名女子来到操场以后 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盯着跑步的老T 脑袋的转动和目光 始终与老T跑步的方向一致 偶尔还会点头微笑 嘴唇微微颤动 瞧得差不多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们悄悄离开 回到操场东侧 老T都快虚脱了 但是还不罢休 跟服用了伟哥似的一个劲往前窜 老T的教练在场外大声喊 好 就是这样 保持速度 注意节奏 老T更卖力气了 二十分钟以后 老T终于坚持不住了 一屁股坐在草坪上 喘气如驴 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我们赶紧跑过去掺起他 但是老T倔强地分开人群 睁大汗自自的双眼 向希望去 但是 他只看到 他一个背影 远去的孤单的背影 老T一屁股又坐在了地上 苏宁急了 绿帽和老二 你俩 掺着老T走走 果果 你去超市给买瓶汽水 小湖南发挥你的强项 去打探刚才那女生的来历 要赶在明天傍晚之前 得到确切信息 大家都动起来 像老T抽筋的腿一样动起来 一会儿都回宿舍 我去食堂给你们打饭 吃完晚饭 大家围在一起 所有人都对老T的艳遇 嘖嘖称奇 绿帽说 美啊 那真叫一个美 绝世美人沐浴在夕阳下 那两只大眼睛 看上去那么空灵 那气质简直让人无法呼吸 老二探约 我还看见他微笑了 那笑文是从嘴角慢慢地朝上荡漾 我俩的生辰八字 一定是绝配 我笑着说 老二 嘴上长点把门的 小心老T把抹布再给你弄进去 哎呀 的确是个小美人 可惜了 怎么就看上老T了呢 苏宁摆弄的打火机 我也纳闷呢 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王八丑虑都对上眼了呗 老T在一旁只剩下傻笑了 他还不知足地问小湖南 就你没发表意见了 你觉得咋样 我觉得挺好 傍晚的时候 那么多人在操场上运动 如果批发一些饮料来卖 萧卢应该错不了 应该说 肯定错不了 小湖南若有所思 苏宁说 下一步就该老T主动出击了 咱们宿舍至今还都是公棍 让老T带领咱们 迈出画时代的脚步 第二天中午 小湖南带来最新了解的情况 经了解 这名女生也是大义新生 是艺术系的 好像是学表演的 集贯山西 家中巨富 听了这消息 我们都替老T感到高兴 到了傍晚 我们又来到操场 操场上没有多少人 老T拍脑袋 今天是周六 不用锻炼 等了一会儿 也不见那名女生的身影 大家失望地回到了宿舍 走在半路上 老二高兴地告诉老T 西街新开了一家驴肉火烧店 店里搞活动 如果谁可以一下子吃掉六个驴肉火烧 那就可以免除当次用餐费 吃不了 就得为六个火烧买单 老T听了这话 丝毫没有点兴奋的感觉 他摆了摆手 没兴趣 在随后的日子里 我们极力怂恿老T去表白 甚至绿帽都表示 愿意出资赞助玫瑰花 苏宁愿意在旁边吉他伴奏 创造浪漫机会 但是老T是有色心没色胆 整天就是围着操场转圈跑 急得大家跳脚骂老T不争气 而那名美貌女生 也是每天准时出现在操场上 默默地注视老T的短跑长跑 快跑慢跑 除了周末以外 两个人默契地配合着 风雨无阻